女人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后面的小哥突然冲了出来 直接用嘴接着饮水机 一口气喝光了里面的水 可还是非常的口渴难耐 怎么办呢 他死死地盯着女人的脖子 一脸口望 吓得女人转身就跑 他一路百米飞人的速度跑到停车场 等到小美和大卫赶到 门上先横的手印让气氛更加紧张 他们连忙跑到健身房 小哥正抱着水桶一脸惆怅 他俩一步一步警惕地靠近小哥 大卫一边假装聊天 一边来到小哥身边 你觉得什么才可以解渴 是血吗 就在大卫拿出手铐 准备将他再次靠上的时候 小哥并发了 他面目猙獰地跟着大卫玩起了躲猫猫 被大卫一个抱摔狠狠地砸在地上 可并发的小哥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他直挺挺地又站了起来 就在他准备再次抱走的时候 小哥中枪倒地 老韩一路排查到楼顶 口罩男告诉他 刚刚有两个感染者跑到楼期间 他连忙打开门一看 果然一个男人在楼道里鬼鬼祟祟的 老韩也没有搭理 反手将门关上 这时大卫也冲了上来 他带着满肚子疑惑 急需让老韩解答 他并不相信老韩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带走小女孩 刚才开枪眼睛都不眨的他 会好心让一个小女孩跟他的母亲见面 他质问老韩 为什么小美手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老韩这才说出真相 原来跟小美情况一样的人一共有四个 但其他三人已经全部感染 如果再找不到抗体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就在这时 小美也找了上来 居民们都已经召集在一起 等着老韩开会 就在大家满是希望看着眼前的男人的时候 他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因为电厂也有人感染 从今天晚上开始 小区将停水停电 直到四天之后才可能解封 然后他看了看手表 时间刚刚好四点整 小美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的小女孩 可女孩表示并不想跟老韩出去找妈妈 因为他话里话外都有交小美带走的意思 于是小美带上小女孩给妈妈的卡片 准备交给老韩 所以直刚到楼顶 楼梯间就传来撞击声 他质问老韩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话音未落 老韩果弹拔枪 对着楼梯间的门就是一梭子 一个感染者快速地冲出来 把小美扑倒在地 速度之快 让小美只来得及掏剑刀 苦苦挣扎 他竟然想让小美被咬 来测试是不是真的有抗体 还好老韩最后心软了 一枪打中耐人的肩膀 救下小美 然后趁小美不备 将轮椎到一头大象的麻醉剂 打入小美的脖子 就在他准备把小美带出小区时 大卫一个旋转跳跃来到车前 用枪直指老韩的太阳穴 就在这时 原本昏迷的小美也清醒过来 那剧巨量的麻醉药 居然对他也不起作用 他跟大卫一起拔枪对准老韩 这时 他们才从老韩那里得知 疫苗的研制并不顺利 所有的药物都不起作用 目前只有小美的体内 很可能有抗体 他们只想带走小美 做个血液检查 就这 有必要这么大阵仗吗 小孩独醉在家 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这个小女孩教你教科书办的操作 门铃响了 可是看看猫眼 并没有人在门口 女孩本不想理会 可门铃却一直响个不停 无奈 她小心翼翼地上好保险 将门打开一条缝隙 还是没人呀 就在她想将门关上的时候 一个猥琐大叔出现在门前 你拿这些鬼话去骗小白兔吧 女孩毫不客气地将门关上 猥琐大叔手掌被夹到 疼得嗷嗷大叫 正好碰见大卫跟小美回来 看着大叔嘴角的血迹 分明是刚刚咬过人 看着大卫高举的棒球棒 大叔一流烟逃到楼洞外面 可问题是 刚刚的大叔究竟咬了谁 大卫赶紧找刚才去二楼领物资的同事 谁知刚刚死里逃生的大叔吓坏了 他们领完物资 正好碰到跑进来的感染者 要不是牧师的十字架显灵 他早就被感染者咬了脖子 看来楼道里还有感染者隐藏着 另一边 女作家家里的门镜响了起来 他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被感染者拖走的哥哥打来的 此时的哥哥除了身上的血迹 跟正常人毫无区别 他安慰妹妹自己虽然没事 但并不能回家 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并发咬人 妹妹虽然不忍心 但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 谁知这时候门镜挂断 原来停电了 此时整个市区 万家灯火慢慢被黑暗吞噬 在小美一家三口享受浪漫主管晚餐的时候 地下车库的门被缓缓打开 作家哥哥缓缓向光源靠近 竟然是眼镜男 他邀请男人进来被拒绝后 竟好心地递给男人两份盒饭 不知道又有什么阴谋 而女作家因为外面下雨 放心不下独自在外的哥哥 一个人来到一楼查看 果然 哥哥独自待在门口 他急忙喊来哥哥 哥哥看到他本能地想离开 他却向哥哥叫住 等到第二天一早 保健阿姨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卫 他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递给大卫一个带血的毛巾 这不就是老太太和女作家的楼层吗 到底是老太太病发 还是作家哥哥跑进来了 大卫风波乐的直觉 让他直接来到女作家家里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 老太太曾经被感染者抓伤过 可是查找一番后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谁知第二天一早 女作家悄悄走出家门 偷偷来到11楼打开一扇门走了进去 等他出来的时候 大卫早就等在门外 你在里面做了什么 眼看瞒不住了 女作家只能老实交代 他前两天偶然从家政夫妻那里得知 1102的门记密码 放心不下哥哥独自在外 于是擅自把哥哥带进了这间屋子 看着独自待在房间一脸颤火的男人 大卫也没忍心责怪他们 并表示一天之后解封 就会联系老韩将人带走 男人用注射器 小心地将药碗里的液体吸出 然后注入旁边的神仙水里面 并将水瓶晃了晃 确保里面的药水全部分解 直到门口传来动静 他才慌忙地将工具都藏好 原来 他之前在健身房小哥那里找了剩下的药丸 看他一脸得意的小表情 这个眼睛男分明又要搞事情 不知道作家哥哥的盒饭里 是不是也被他下了药 眼看见要到解封的日子 楼灯里的人都高兴地来到健身房集合 刚一进门 大家惊喜地发现 地上不知道是谁放了一箱物资 迫不及待地打开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饮料 这让经历几天停水停电的人很是开心 都纷纷赞叹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 除了售后员因为愧疚没有拿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 眼睛男更是积极地把水递给大卫 这时外面并没有解封的动静 大卫决定出门看看 不得不说大卫人间清醒 他还不忘阻止小美喝水的动作 等他俩来到小区门口 周围还是安静地可怕 而另一边 黄麻在自己床上被撞击声吵醒 他赶紧出门查看 既是老太太房里传来的 他吓坏了 因为他早就在老太太手机里 看到过他的伤口 老太太肯定是被感染并发了 就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 四眼的警报声又拉响了 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雳 给好不容易燃起希望的人一记暴击 他们焦躁地只能借水浇愁 眼睛男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因为他看到眼前落入圈套的人们 内心正在窃喜 如果长时间不能解封 加上停水停电 食物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楼洞代表大婶立即提出 要把之前从超市带来的食物合理分配 谁知被家政夫妇言辞拒绝 我当初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 差点因为你还丢了小命 现在想来分一杯根 门都没有 甚至生存之道的眼睛男 直接上门购买食物 可家政大叔坐地起价 眼看待的现金不够 大婶也因此看到了商机 他仔细数了数剩下的物资 这些在不久的将来 或许能让他发家致富 到了晚上 黄蛮敲开了201的大门 他在发现老太太的异样后 竟然连夜趁着老头子睡着 打扮了家里的食物和水 前来投奔此时物资最多的人 看到他带来食物的份上 家政夫妻勉强将黄蛮留了下来 此时生存已经够艰难了 可眼镜男还嫌事情不够大 因为只有大尾消失 他才不会在解封之后被关进监狱 他将女作家哥哥的事情告诉代表大婶 原来他早就知道人藏在1102 没办法 大尾只能把男人带到地下室单独隔离 可他告诉大尾一个消息 每天晚上框框的砸门声 并不是他发出来的 眼镜男挑拨大事 将接触感染的人都赶出去 气愤的大尾找到眼镜男 随之一进门 他就给大尾摆上了几瓶水 见眼镜男毫不犹豫地打开自己的那瓶水 大尾将手中的瓶子跟他交换 眼镜男为了不暴露 犹豫了一下还是喝了下去 然后就跑到洗手间催吐 听得小美也赶紧将刚才喝出来的水吐出来 这时眼镜男以为继毛得逞 将一切和盘拖出 就在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大尾的时候 大尾竟然打开了药盒 毫不犹豫地将剩下的一粒小药丸吞了下去 原来他早就知道眼镜男要去车里找药 在那之前 他已经把药掉包了 行车记录仪也拍下了眼镜男的作案动机 就在他准备把眼镜男单独关押的时候 好